迷你仓长命火 烧足四日四夜 当时想到这些伙伴应该是很小的 口快就失去了 觉得现在会烧得更严重 经过的时候 在三四楼的确温度是很高的 而且里面视野的环境是很差的 两个消防员殉职12人受伤 我面对最大的可能 就是跟家属帮助这件事 我们是不会做任何事 令到我们从事起来 是长火本身难救 还是消防进攻不合适呢 我们做的工作不是看火 我们是去灭火 真的好像迷工一样 会引导消防员走进来 很难感应到它的方向 那就有机会困死了 欢迎来到新闻透视 一场烧了108个小时的长命火 两个消防员殉职 很多香港人都被感动 香港过去未发生过迷你仓大火 这座旧式工厦1961年落成 被香港第一份消防装置及設備首则 还要老三年 大厦没有什么防火设施 迷你仓储存的又不知是什么 长火可以怎么救呢 大火发生两天之后 区议员叶卿国专门去附近的老人园 看看他们有没有受影响 我想看看环境有没有影响 我说不是 你打开也有点味 一打开也有点味 所以一定要三窗 老人园的负责人觉得情况还可以 但是有牛头角的街坊就说受不了 家里有很多烟 关了窗 昨晚也有很多烟 关了负收工 你需要你来找我们 我们可以安排你落华社区 你不上眼也痛 现在走了 执着细缘 去迟一下 到他先搞定 没办法 不知道有时间搞 21号上午10点59分 消防处接报 牛头角淘大工业村三楼的 麦里仓起火 消防到场一个小时 升为三级火 在中间那里在旅下 就是在家宝那里买东西 那些人玩旅下 楼上的玫里山 可思 当时想到一般这些火 应该是好事 很快就失去了 因为以前都有事 张太太住在起火工厦后面的德堡花园 他买完送就回家 几个小时后看出窗 还看到很大烟 才知道原来这么严重 他立刻拍下情况 转发给他丈夫 声明开始说 那些火已经很大 那一刻 那一刻就觉得 现在会烧得更多 那一刻就有些惊喜 我们就立刻打电 和我先生说 记得有这么多烟 我说 那么烧 也不知道它烧得更多 那些火炸 在纽纹有55年的淘大工业村 樓高8层 起火的地点是三楼的迷你仓 40米乘60米的楼面 用铁板绞成200多个小仓 迷你仓里面主要有两条通道 加上十几条支路 间隔中环交错 每个小仓都有上锁 而且杂物多增加了救火的难度 消防动用了四条喉 派了八队衣务队灌构 但是场火越烧越旺 晚上七点多升为四级 其间火场里面的温度和浓烟突然增加 高级消防队长张耀升 在撤退的时候 和队员失去联络 大约50分钟之后 才被人救出 上车 上车 射滑的全部下车 张耀升被送去联合医院 到夜晚九点多 证实不治 声明一说过 才可以四中 我直接在这里走 起火的位置 是在三楼中间 消防话会继续清理迷你仓里面的杂物 真是很难 其实里面是不会 看什么的 但他们都死了 真是很难 第一个消防员殉职之后 消防处助理处长见记者 现场就好像迷宫一样 狹窄的通道 中横交错 有没有牵涉有现场的指挥人 做错误的决定 导致这个突发 我们会进行这个调查 第一个消防员殉职之后 消防救火策略改为防卫式 主要是外围射水 大火烧了三十几个钟之后 去到23号近凌晨 火势蔓延到四楼 四楼有不同的仓库 是最先起火的地方 而另一边就是冷气工场 传放了风茴瓶 和雪种瓶等危险品 消防继续向五楼射水降温 大约十几个钟之后 五楼的迷你仓也被波及 霧出浓烟 同层的教会就没事 现在这个策略是合适的 如果我们要进行一个 进攻式的灭火 我们要确保日日常 环境安全 其中一个考虑就是 温度不能太高 当日我去到的时候 我在三号梯经过的时候 在三四楼的确温度是很高的 而且里面的视野环境很差 那些兄弟进入工作的时候 我都会看到他出来的面容 和衣服的湿透程度 我估计是很热的 大属田森分局的阿威 在22号晚上第一次被派去现场 他负责去无火的六楼破门 因为六楼都是一个迷你仓 我们那队队就想去爆开迷你仓的仓物 方便稍后的时间 如果真的温度太高 降低能够射到水的进去 机率相对会高一些 我们都开了一口 上去六楼做一个浸湿些货物的步骤 防止它起火 做第一次爆破的时候 大约用了八分钟左右 但其实我觉得已经很累了 因为本身天气的温度很高 而且我们本身穿着的防火衣 其实令到我们的体力开始下降 四级火烧到第三天 消防采取进攻营的策略 多队烟武队被指派入火场爆破 直到晚上七点钟 小心,先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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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人了,不好意思 入海 入海 前面遮掩 你给他位置 消防队幕许智杰 由三楼的火场被抬下来 放开,小心 他们发现了 许智杰队幕是神志不清 当时所有同事立即进行抢救 许智杰队幕 在晚上9点10分 是证实离世 许智杰殉职 亦来各方对消防指挥层的质疑 网上流传华也是前线消防员 批评管理层改变救火策略的录音 DAO说 本来他们是玩防御式的 入在外面射水就算了 怎料屋宇柱又跟他们说 唯有嵐楼危机 然后立即的对感死队上去 那一人立即出事 憑着一段录音 我不可以证实到他的身份 我不可以说所有同事都会支持 今次行动的指挥官所有的指示 我也知道有些同事是不满的 但是作为自己消防员的一份子 如果没有了一个领导者 就是我们所说的指挥官 那究竟我们成班的消防员 究竟能不能够做到一场 能够现在做到受控的情况 甚至有消防员公开写了一篇 提为我们都不想做英雄的文章 提出为什么要推人进去死 以及不想再将自己宝贵的生命 放在一些不专业的人身上 虽然我不是指挥层 但是我会感受到就是 不可以放得太久 因为放得太久 大家都不知道楼宇结构 最后会变成什么样 那我们都要履行我们的职务 尽快去救赐这场火 一场火令到两个消防员殉职 12个受伤送完 消防高层多次被质疑指挥失误 我今年37年 我面对最大的困难 就是要跟家属说这件事 所以我希望大家了解 我们是不会做任何事 它令到我们的城市 气息 消防处将会设立调查小组 查明两个消防员殉职 以及起火的原因 25日晚上11点23分 消防处宣布 历时108个小时的大火 终于救赐 长火有什么值得检讨呢 我们下一次再看 什么都看不到 又热又危险 不要说市民走火会有危险 就算全副装备的消防员 应该什么时候进去 留多久 走错一步都随时没命 今次迷地仓大火 没有市民被困 不过有两个消防员殉职 救火策略有没有问题呢 经过连日灌救 大火在星期六晚大致救赐 消防员要清除仓里面的杂物 确保所有火种已经关掉 不会死灰复燃 这场长命火烧了108个小时 为什么要够这么久呢 储存的货物太多 变了里面可以移烧的物件也很多 而无奈就是说 这些铁皮的危险仓 是将这些火隐蔽了 那消防员是很难进行这个灌救 当水射到这些铁皮那里 水就会很快变成一个蒸气 它会扩大1700倍 形成一团很大的蒸气的球 冲击消防员 这次大火没有市民被困 但是奪去两个消防员的生命 留下了不少疑问 比较多人质疑的是 第一个消防员殉职之后 本来改为外围射水降温的 防卫星救火 为什么第二天又要由防卫星转为进攻 派消防员冒险入火场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会还在那里 即责我们是要热火救 大家一天就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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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留意到的是一堆外露的电线 电线有部份 你看到水比较残疚 会否已经是 电线外皮有龜裂 或者接触不好 都会导致引起火警的原因 它沿着这些线槽 一路走入里面 单位里面着火 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火源 因为里面很多东西烧 这些火的后面是被封了的枪 梁感德说 防卫式灭火根本起不到作用 所有的枪一进来 就已经是个物理仓 被它封住了 水没有 如果这里有事 你可以想象 这些火没有可能射到这里 这些情况 你是要做进攻营 你逐个爆破 逐个打开它里面射出 你不要想着 在一个漆黑状态下 你要做到 虽然爆锁 但是你要做到 爆到 还要打开门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你每个五分钟就一千分钟 一千分钟 一千分钟就是十几个小时 工会也认为 消防进攻爆仓门的策略没错 我们做的工作不是看火 我们是去灭火 我们要做灭火 即是在安全的情况下 我们才去做这件事 但意外的往往就是 我就算系数多高 它也会有机会产生意外 第一个殉职的高级消防队长张耀星 在火场失踪之后 十队烟雾队花了五十分钟才找到它 最终救不回 为什么要找那么久呢 消防员的烟雾训练场地七坎一片 烟雾微慢寸步难行 这次火场的面积 虽然只有大概二万五千尺 但是迷你仓环境复杂 从大火迷你仓的一楼平面图 可以见到 有很多挖头行 就是因为整体迷你仓的分布 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个也解释了 为什么消防员 要派了十队人进去 还要花了整五十分钟的时间 在一个漆黑的状态下 才可以搜索预事的各级消防队长出来 梁锦德说 我们来的这个观塘时窗迷你仓 布局一样容易变成陷阱 大家看到有个正门进来 它可以转过那个弯 进了这条走廊 里面还有很多个仓 但是去到这里 是挖头的 就是死巷 这条主干道里头 又来到这里又有一个挖头的 小一个挖头行 过到这边又有一个挖头行 它摸这边也是铁门 摸这边也是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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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两边的环境都是一样的 在这个情况下 它很难去感应得到 它的方向的位置是在哪里 那就有机会困死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令火场的气流逆转 令到第一个消防员出事 有人猜测是用了鼓风机 令火场里面空气突然增加助燃 是错误的策略 鼓风机的作用是什么 当火场的浓烟密报 消防员没办法向前行 开动之后 浓烟就在另一边的排气口排出 通道就会清翻 美国的测试显示 鼓风机有助通风和降温 消防处否认用鼓风机是错 现场的流程是40米乘60米 里面有超过200个迷你仓 你试想一下一个77厘米的鼓风机 怎会影响到火势 不过我们几天前收到一封 退休消防官的信 他质疑 镇压攻击救火法 适合外国的单动楼或工场 因为面积大 物品少 可以令烟和烟在另一边排出 不过在香港 物品多而间隔又多的地方 功效不大 火场还有很多变数 这个仓的通道 尽头的大窗被人封了 好 如果这样的情况 你没有办法做到通风走廊的效应 要一入一出才能做到整个流向 否则整个到这里 那些热气就要走了上上高 由天花那里一直谷过去 一个反方向走 变成反过来包抄 影响攻击消防员 是否消防策略出错 不应该用古风机 消防工会说 每一次火场的情况都不同 有很多不确定的地方 不能一概而论 这次事故之后 我们需不需要去看看 有没有其他情况会发生 例如现时这个 这么复杂环境的迷你仓 它的通风效能又有多高 又会不会正如外奸所说 放了个镇压鼓攻击之后 会不会有别的现象 我相信部门在每一次行动之后 都会有一个检导 第二个殉职的是消防队幕 许智杰 怀疑他是因为高温引致热衰竭 部分送院的消防员 都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怀疑是防火衣的问题 退休消防官的信提到 前线消防员穿的保护衣服 并不适合阿热带地方和香港使用 他说这件又厚又热的所谓战衣 穿很短时间已经会消耗很多体力 太厚对热的感觉慢 当高温到的时候已经中暑 工会的代表也有类似说法 如果你坐定在那里 跟你走路 跟你跑步 你的体温都不一样 当消防人员 他去做一些要求体力的工作 可能心跳会跳得很快 那怎样可以令到他 可以有一定的保护性 又有可以较为理想的散温配套 这个可能是其中要看的方向 这件防火衣俗称黄金战衣 是五年前从欧洲订构 夹层是隔火物料的防火衣 可以抵挡1000度高温8秒 就算发生闪烟等 对于其来的意外也不怕 不过一直都有消防员反映 夏天高温 穿这件衣服不舒服 梁錦德亦都说 防火衣太厚 除了散不了热 还会影响消防员在火场的判断 将它全身套住 套住它就变成了外露的位置少了 它能够做到的感觉就少了 其实感觉最重要的是 它知不知道现场的温度是过高 太过深入的火场 到了它们知道的时候 已经超越了人体可以容忍的极限 疑问重重 当局已经成立专责小组 超越下路 也不过